好 欢迎回来理财生活通知 在我们今天这个单元当中呢 请到我们的老朋友 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跟大家来聊聊他的现况了 那么他要跟大家来聊聊 单亲爸爸 事实上我们过去的节目当中 其实坦白讲 我比较偏向单亲妈妈 因为我不知道单亲爸爸 有这么多 那单亲爸爸的心路历程呢 到底是怎样啊 他写成了一本书 我们也把这本书 贴在粉丝团当中 跟大家同步来了解一下 我们先换一下 我们中央大学中文系的 助理教授 同时自己也是 真善美基金会的执行董事 胡川安 川安老师你好 韵芬姐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 我们要跟大家聊聊 因为我看了这本书之后 其实还蛮感动的 因为当然单亲 我们过去都会认为说 妈妈会比较可怜 然后比较弱势一点点 但事实上不管是妈妈 或者是爸爸 单亲其实是一种社会的状态 我觉得透过这本书 你把它定义清楚了 我想就是说 我们当然不知道 为什么会走到单亲 但我说这是一种社会现象 而且这是一种人生的选择 我要说人生的选择 那我刚刚就是在节目 还没来之前 我就说 大家可以猜猜看 现在单亲家庭里面 单亲爸爸有多少 对我猜不出来 我觉得不会超过两成 结果超越我的想象 四成五 你看他也吓一跳 废友也吓一跳 四成五 你看这将近一半 但是我说我们社会 每次看到的就是 那种单亲妈妈的问题 而且这种问题 单亲妈妈比较会讲 然后我说女性也比较会表达 对 那刚好我是一个比较 刮躁的男性 不是 我是一个比较会表达的男性 所以我就说 我觉得有义务去把这个 单亲爸爸的一些历程写出来 不管他除了代表我 我里面也访问了很多的 就是那个社福组织 像赖方 还有赖方玉律师 然后还有像图文画家蓝胜姐 蓝胜姐最近很红 他就是在那个镜周刊上面 去画他跟他儿子之间相处的过程 所以我就说这本书当然有自己我的情感的历程 就是我带小孩的过程 那里面他也有社会面 那而且我会说不要把想那个 单亲爸爸就把我想大家会联想到几个字 什么 这就是就不是破产 要不然就是潦倒 要不然就是什么可怜 那我会说我们 我活得很开心 夏玉律姐跟我是脸友 我都活得很开心 所以说我们本身 不管你生活状态的选择之后 你就要用乐观的心情去过 可是当然书上也有提一点点 可是其实可以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比方说你要变成单亲爸爸的时候 你怎么跟孩子沟通 对 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还蛮重要 怎么告诉孩子 没有我说他会有一个过程 就是说我说现在的爸爸 不管是爸爸或妈妈 你在孩子生出来之前 你就要高度的摄入亲子 我说所谓高度摄入亲子 就是说两个人都是有在照顾小孩的 但以前都可能是 妈妈照顾 对以前爸爸会找了赚钱 对会觉得措手不及 有一部电影叫克拉玛对克拉玛 有啊 你就不要说哪个年代 克拉玛对克拉玛 可能大概50岁这个年龄成 但我40岁我是去补来看的 然后克拉玛对克拉玛 就是爸爸就忙着工作 妈妈在家带小孩 妈妈觉得自己的人生期望没有达到 然后后来就把小孩丢给爸爸 爸爸会措手不及 但我说现在不管是你要选择 担心爸爸或担心妈妈 你都不能够是这样措手不及 那我是从小孩一生出来 我就就是天天带着他 对 所以我说比较不会有那个 措手不及的状况 那当然就是说就是 不过因为那时候你在国外 对对对 所以也是要父亲两个都要去 照顾孩子 对 然后他要念什么学校 你要帮他思考一下 他是不是能够适应 所以说我说高度摄入亲子 像那个孕芬姐刚刚讲的 就是说如果要分开的时候 小孩至少在你身边 他不会觉得丧失了什么 就是说他自当来知道 妈妈现在可能出国 或是妈妈现在不在身边 对 但因为我们两个都可以 给他一样安全感 他不会就觉得只能靠妈妈 就是妈妈 就是暂时离开 他会放不下 比如说小朋友会拉什么 不会像我们家的话 就是从小我就抱着他 也是抱着他一边 写博士论文 就是说所以我跟他的之间的 就是说 我说像女人不是说什么 催那个 生完小孩会有那什么 催残 说母性的光芒 其实我后来看研究报告男人也有 对男人也有 就是你在照顾小孩的时候 你自己会分泌一些不同的荷尔蒙 我们就是说不能把男性跟女性 就是说男生一定不会照顾小孩 就是说男生如果一开始 你就选择会照顾小孩 你就知道怎么样跟小朋友讲话 对 然后怎么样带小孩 或者说你怎么样跟他沟通 那这是因为以前我们的社会 比较排斥这个面向 不去教育男生这一块 所以我反而是给男生 就是说我这一本不是说 我要来说男性多了不起 担心爸爸多了不起 而是说我们要去学习做这以前 我们社会都叫妈妈去做的事情 就是说所以你一开始 如果生完小孩 你就高度涉入亲子 那即使你们选择分开了 那我就说你也不会措手不及 也会小朋友也比较稳定 他不会觉得有那种被剥夺的感觉 这本书当然有一些是心路历程 但他更多的是 比较像学者的研究精神 对 没错 所以这本不是一本教养书 但是我会说这个是在反转我们社会的那个性别 跟性别分工 跟男女的那个 我们对爸爸跟妈妈的想象 但是我们来谈一谈支持系统这件事情 因为很多的单亲的妈妈 他们的支持的系统 通常都是娘家 那这一次我也看到了 就是说其实像这一次 您的母亲也付出很多 所以家人其实是最重要的支持系统 没错 所以我会说我在里面有一张在建立一个村子 就其实打造一个村子 其实上一次希拉蕊在选举的时候 她借用了一个非洲的谚语 那是打造一个村子是什么意思 它就是非洲谚语 是说如果你要照顾小孩 其实是要一个村子 就以前我们常就想 现在我们社会 其实我里面也在讲 就是说现在社会太强调 父跟母要照顾一个孩子 但其实这个东西 我们应该要增加一些资源系统 不管是双亲或是单亲都是 那所以我会说如果要选择这条路 我们应该去想想看我们的资源系统在哪 我们可以帮助我们的人在哪 所以甚至就是说 为什么我现在不选择住在台北 我在中央工作 那我就选择住在中立 而且我们基金会也在中立 那我妈也在中立 那就是说 所以就有时候你要开始选择单亲的时候 你要开始思考自己的工作 跟家庭 还有照顾系统之间 而且我觉得我在中立很好 你看台北那么贵 我一个教授才多少钱 我一个教授一个月才七八万 在台北住个房子两万 小孩又两万 那我照顾相对来讲就比较薄弱 那我在中立我住自己的家里 那我就可以省这一笔钱 那我又可以让小孩去上 就是像我自己在思考小朋友的学校 我也觉得自己家里进就好 就我们不要以为 就是说我们一定要上什么 私立小学 上一般的 那你给他比较多的陪伴 其实他会更好 所以我们要 就像我看你的书一样 这个跟副勒中年学有关 为什么 因为盘点 盘点资源不管你是要退休 还是你现在的单亲的状况 你要从开始盘点你的生活资源开始 开始盘点以后 你就知道怎么建造你自己的村子 对就是家人的支持系统 其实很强大 而且我觉得妈妈还年轻 可是如果有人没有怎么办 我们先休息一下 大会讨论 好 我们跟胡春安老师来聊一聊 因为他出了这本书 儿子教我的事 其实谈到的当然就是 我们重新定义父亲这个角色 也看看我们单亲家庭的一个 社会的状态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状态了 可是我们刚聊到 就是说如果我们选择成为单亲 那是用选择 成为单亲家庭的时候 其实家庭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支持的后盾 但我也有看到我很多的朋友 其实也因为这样子就把娘家都拖垮了 所以该怎么去做一个 这个资源上面的一个整理啊 对我说我刚才说先从盘点 盘点你的资源之后 然后还有比如说你的工作 跟你的照顾小孩之间要怎么协调 然后还有比如说你就是 如果你忙的路的时候 你找怎么样找到其他人来帮忙 那还有最重要的一个就是 也不要放弃自己的工作跟专业 像我就是这样 那还有保持你的社交生活 就是说你当然自己照顾小孩很辛苦 但是你要知道你还是有其他的事业要忙 因为你如果 我说我在里面想 我常做的事情 小朋友也会觉得我做的事情是很伟大的事情 很了不起的事情 他眼睛会 你在基金会的时候他也有去 也有去嘛 然后演讲的时候 他也觉得以后要是个会表达的人嘛 那或者说我喜欢阅读 他就跟着我一样阅读 因为我就靠读书吃饭了 所以我就说有时候跟小 以前我们说一个爸爸在外面赚钱 妈妈在家里那妈妈没有成就感 小朋友看着妈妈没有成就感 他长大以后会觉得说他不想要变成家庭主妇 或家庭主妇 所以这都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那所以我们刚才在讲盘点资源最重要就是 我后来在盘点我的资源的时候想说 妈妈还年轻 我妈其实也不年轻 我妈也70系的 你算年轻啦 但是我爸六年前走了嘛 对就是六年前过世的时候 那时候就因为他后来一个人生活 我每天看他大概晚上都给电视看了 就是电视播在那边以后就睡着了 然后就是因为当然老人家会寂寞 那现在我就说我这个小朋友大概从就是五岁到六岁 他大概因为我每天陪完小朋友 以前就是我大概十点多我还要工作 我大概可能工作到十二点 就可能陪完他十分钟 但是阿嬷大概也十点多睡嘛 所以刚好一起去睡 对对不是 而且是有一天小朋友觉得他只要自己跟阿嬷睡 他是自己说的 因为他不知道爸爸在外面打东西啊 然后又或者在外面工作 他也觉得他自己在房间里好像没人陪 但是虽然我也陪他十分钟 但我小朋友蛮贴心 就是说我陪完十分钟后 他就说你可以出去 对但是他有一天看阿嬷大概十点多睡了 他就他就说他要跟阿嬷睡 他自己会看到 小朋友 我说小朋友眼睛跟脑袋都很好的 真的 对然后他现在就十点多就跟阿嬷一起睡 然后我妈也不用看电视睡觉 然后他们早上大概七八点就起来 真好的 可是如果说一般我们的支持系统呢 家人的支持系统比较少的时候该怎么办 因为又碰到问题 你要上班 那孩子谁照顾 然后分身乏素 对我说这个资源系统 当然有分几种 这种有一种刚才我说的就是比较亲密性的连结 那另外有一种就是因为我自己 像我是还有一些亲戚朋友可以照顾 像我知道我的小阿姨她以前是幼稚园老师 那如果有需要我就会打电话请她来 那我会说一般人如果没有这样的系统 当然你就要想说你周边有没有这样的亲戚 或者说你周边有没有这样的像那个你甚至也可以去花钱去找 或者说一个一个 但是我会说像我平常我周末我知道我一定要睡到12点 但是我会说因为我比较晚睡 但是我就会找一个安亲班的老师 就是他是安亲班老师就是从那个周末早上会陪他到12点 那下午精神好了才可以陪他一起玩 对所以我就说这有时候可能就我们附近的安亲班老师找他来当家教 对不对就陪着他嘛 不是大家去安亲班老师是说那个老师来家里当家教 就是说我们我们要把假设我们说有阿嬷有亲戚 那你也有安亲班老师也有家教 那这家教可能是跟他比较投缘的 那对啊像我以前我爸是给我就是说我念小学的时候 我爸是找大学生来陪我聊天 就是他就说他不是那种丁功课的家教 他就说你就陪他聊天就好 我也是其实我那时候当然我不是单亲家庭啊 可是我觉得我比较忙的时候 我小孩我也是找大学生来跟他聊 因为我希望让他对大学有个想望 对然后让他知道男生都在玩什么 然后我还会换一个女家教 没错就是大姐姐嘛 对大姐姐他比较会听话 像这个时候我小朋友准备上小学的时候 是安亲班老师因为他才知道小朋友需求 那我就想说等他到小学三年级 他给他一个大学生大哥哥或是大姐姐 看他喜欢的反正我在大学教书嘛 就找大学生来陪他 就有时候暑假就跟他讲大学生活 甚至像我以前家教就说我们来念一首诗啊 因为他念文学的 所以我后来才 我就说这种东西可以培养不同的个性 那我就说建造一个村子他要多元啊 那一个多元的村子 比如说这个家教你也可以教他陪他去 练跆拳道啊 他就好像旁边的一个哥哥 如果你在亲戚里面找不到 你就找一个比较投缘的那个大学生 也不是所有大学生都讨厌小孩 又会那种很喜欢的 又喜欢小朋友的 那当然我们都知道你们的父子关系很好 那小孩真的什么都知道吗 小孩他懂啊 我觉得他懂 就是说以前我们的比如说在吵架的时候 他会突然就是叫我们不要吵了 对所以那我就说那现在因为 后来就是分开了以后没有吵 我觉得那对小朋友比较好 因为我自己访问过Live方圆嘛 他说小朋友最大的情绪波动 是因为高冲突 但如果你在家体维持一个平静的状态 基本上单亲跟双亲是没有差别的 就如果即使双亲每天在家里吵架 那不会比单亲家庭来得好 而且我觉得大人都说想要骗过小孩 事实上是骗不过的 小朋友超精的好不好 小朋友很聪明的好不好 而且对啊 这种他小朋友他就会去观察嘛 那他会选 比如说刚才我说他为什么要跟阿嬷睡 他会去观察 然后而且知道阿嬷就是怎么弄 他都不会生气 那像我以前小时候我妈看到 我阿嬷在喂我吃饭 然后我妈就说 妈你妈要那啦 现在我就看有人在那边喂 然后你也没讲 我妈说以前欠你的都还了 以前小时候她很忙嘛 我妈以前是女强人嘛 所以对啊就是她事业上 她从来没有 她从来没有帮我换过尿布 也没有喂过我 也没有带过我一天 然后说年轻欠的现在都要还 但是她会转念 可是她也得到很大的乐趣啊 有有我说她会转念觉得 现在这个东西对她来讲 可能是她的支持 她生命的支持 那以前她可能不会这么想 但我说不管人在哪一个 哪一个那个阶段 我们都随时改变生活状况 转念这样子 你怎么定义就是说父子的亲密的关系 我觉得大概从小的安全感跟信任感之外呢 我觉得你有没有刻意去经营一下 有就是我当以前也会开始想说 以前我爸跟我的关系嘛 像我爸以前也是当老师 那以前我要上财疑班 有时候上个一天上种三种 他就每天在我这边跑来跑去 那我妈就说你是那么喜欢在 我爸说对啊我就是喜欢了 当然就是说上一辈的会传承 可是我爸当然不会像我现在去抱我儿子 因为那一辈的比较不会 但我说现在的亲密感 可能就是每天要抱他 然后他就会觉得这拥抱 是一个很好的关系 那还有比如说亲密感 就是我们是透过阅读了 还有旅游了 这两个是最重要的 就是阅读跟旅游 这个是你带他的养成的习惯吗 跟兴趣吗 阅读就是 因为我本来以为 那个我从大概就小时候 就是他在还没有 大概一两个月的时候 我就开始念书给他听 就是一两个月 对就跟他讲话 那时候是要用书去跟他讲话 然后到最后就开始 比如说绘本书纸本书 他到三四岁的时候 就会开始认字 就是说他是自己想要认字 不是我要他认字 就是说他直接跳过 波波波波的阶段开始读字 所以他现在有些书 他都完全就是不用注音 他就可以看得懂 五岁快六岁 所以他就说这种东西阅读 他是每天我们大概 花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去培养的 绝对是长期培养的 不是这不能懒 我会说这种东西 我会说我知道 我以后可以偷懒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现在 不用念给他听 你以为就是趁着 花个时间一两年 让他可以阅读了以后 你以后就轻松了 而且开始学会阅读以后 那个整个 那个会打开完全的不同的世界 就是他会完全想象的世界 是不一样的 对就像他现在会跟我讲 一些就是一些故事 会开始去想象 对那我觉得这是我们要给小孩的世界 不是说什么教育的竞争力 而是我们要让他有一个面对 因为阅读本身就是发现世界的方法 还有旅行也是 对那我们之前疫情还没来的时候 我们一年大概去三四次日本 是啊 他是个铁道迷 对对对 我会说这很惊人 我会说我后来就发现 小朋友可以规划 因为我们一般说小朋友会忘记 对啊 他不会因为他就喜欢新幹線 那我就开始叫他认识新幹線 他每一台都叫了出来 那我们就说假设这一次是去五天的旅行 那我就说你这次要做几种 他会说我要做哪几种 然后我们就在地图上摊开 我就说可是这样合理吗 就是说你不能一个在东边一个在西边 那所以我们这次可能一天就只能做了这两种 那他就会记得 那就会说他就会去想说 这因为他有选择的权利 那以前我就说我们通常带小孩去都以为是 我花时间对你好 但没有想到小朋友真的喜欢什么 但是我就说小朋友最厉害 只要仔细观察大概两岁三岁 他就可以展现出某一种兴趣 只是我们有没有在去一直加强那种兴趣 那我就说像我们这个时代的人 我一直觉得我们如果有某一种兴趣的话 我们一直加强 其实他就会往那个方向 我觉得这一点让我非常的感动 就是找到孩子的兴趣 而且成全他协助他 我们先休息一下进一下广告 好 这里是阿莱Radio中央流行网 欢迎再回到理财生活通节目现场 我们现场的特别来宾是中央大学中文系的助理教授 同时他自己也在做很多公益单位的 那么是真善美基金会的执行董事 胡传安 传安老师 过去我们他说他是一个人文的历史学家 然后在我们节目当中 大家有谈他去日本进度的 很少谈到这个孩子 那这是因为他的新书 所以我们在粉丝团上面 跟大家说一个分享 我们也希望透过另外一个角色 来看看单亲爸爸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我们刚聊到 我觉得你很会观察孩子的兴趣 对 比如说小朋友大概两三岁 你就可以观察到某一些突出的兴趣 两三岁哦 对 可以就是说 因为比如说我们不要想说 到后来再给他试这个事 那个试这个事 因为我们这个时代 其实我觉得专业性蛮重要的 而且就是说我自己 因为我们家只有书嘛 所以小朋友其实可能穷到只有书 就只能看着书嘛 所以他有时候看着我一面墙 他说改天我要把你的书都看完 我说不要不要 你不要 对 但是我说念博士太辛苦了 你自己 对对对 可是他就是说他自己就是说 因为我们自己在什么样的家庭 那我们除了这个东西 平常最重要的可能就是出去旅行嘛 那我说这两种 大概是我们就是生活当中 可以比较我觉得可以培养那个父子关系的一个很好的地方 那我会说像他现在快要六岁今年要上小学 那我后来想说哇他已经看这么多书了 我六岁的时候还是个文盲 对不对 就是说这种东西我想那他的特别的兴趣 他以后就可以往这方面 从阅读当中去找到他所要的东西 而且你看我们这个时代不管中学啦高中啦学测 其实都在考阅读啊 是对我说包括数学题目你也漏漏等 对啊你看看不懂你根本被他解题啊 对啊你根本就以前只是一个算式下来 你把他解开就好了 那现在你还要理解里面的文脉嘛 那我觉得阅读金的 根本是大概我可以送给他的一个礼物了 就是说我自己陪伴他这个送给他的一个礼物 对对 那川安老师我们想要跟你问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 就是钱跟现实的问题 照顾跟工作的问题 难免都是会有一些挣扎跟冲突的 对对没错就是说 当然就是说我在选择进单亲的时候 我本来就有个专业了 那我们是假设这种状况 但是说以前可能是 就是说你现在是等于你要自己要父亲养这个孩子嘛 对所以当然我是说有时候 有些是因为本身 我说当然我这里面有一篇就是专门访问那个 有一个叫台湾父亲权益协会 他里面就从大学老师到一般的那种 就是工人阶层或是比较中下阶层的都有单亲的问题嘛 那有单亲的问题那我自己又在做社福有没有 我会说我们刚才说为什么要盘点 盘点完了以后你就要去衡量一下你的资源 到底你可以用什么多少资源去养孩子 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 我会说我们台湾绝对有社福组织可以进来帮你 然后他也可以进来帮你盘点 那我会说这种东西大家如果有听到 如果还在挣扎的话你一定要寻求帮忙 那寻求帮忙就是说我自己为什么说那个 我前有时候看到那什么单亲妈妈杀掉小孩那个 我真的会很难过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台湾社会 绝对有能力去养一个就算他是没有爸爸妈妈的小孩 都养的大 如果有一个他一定也养的大 就是说即使他就是我们的社福机构 台湾这很难饿死人了 我会说我自己在做我在照顾两三百个血汗 我知道台湾要饿死人不容易 重点是你要怎么找到社会资源 那还有绝对担心爸爸最大的问题就是不会表达 因为有时候我就说里面有一些社福组织 比如说担心爸爸去找现代妇女基金会 好像就会觉得有点 然后会说里面当然这不是所有例子 是有些社工会说你这些男人怎么没去贪心 但是我会说这种有时候就是说好像社会也会给男性这样的压力 所以你不会赚钱的男性是不敢讲的 好像就是说你没努力 但是我会说这种东西我们一定要去找到社福组织 你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小孩 就是说你要照顾的不只是你 而是你要帮助这个小孩 所以你要走出来 所以我们一般人来讲的话 在收入跟支出这个部分 有时候我会觉得不管是单亲爸爸或单亲妈妈 其实都会一切都为了小孩 所以他会省吃俭用 然后这个量入为出 有时候是所有的考量都为了孩子 给他念私立学校跟别人一样好 然后把自己拖累 然后把娘家拖累 或者是把自己的家庭 原生家庭拖累 对我会说这种东西也不是很好 因为我收入算不错 就是我当然除了学校的 那我自己的收入不错 但我也一直在想 我小朋友要去哪边上课 我就上我家旁边的公立小学就好了 就是我会说我的想法就是这样 我自己也是念公立小学出来的 那我会说小朋友会不会念书 不是你念私立或实验的 就变了五楼勇 你知道吗我小时候 我也是在中立的一个小学念书 念一念 然后我会说小朋友会 他自己懂得那个 他自己其实现在的班都很小 老师照顾的人 学生人数也不多 而且现在我就说 有时候你为了一个 为了要拖垮 比如上那个私立小学 你没有那个金钱的话 其实我说对家里是一个负担 对小朋友不是很好 因为他在那个环境 基本上他看到的 跟一般正常的状况 我还是希望小朋友看到一个正常的状况 因为我说公立小学他也是一般的状况 我说只要有人有不同的阶级 不同的收入 而且有不同的智力 而不是都是选出来的一群人 那我说如果小朋友跟这样一般人生活在一起 他长大才会能够适应一般的社会 因为我们说如果都去私立的 精英的 你以后长大看到了就不 看到了社会 好像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 对对所以我说为什么我自己在照顾喜汉儿 我小朋友从小也是跟他们生活在一起 我要让他知道社会上有这些需要帮助的人 这就是我爸当初给我的一个 就是他为什么要去照顾喜汉儿 我家里我有两三百多个喜汉儿兄弟姐妹 就是我说我爸死了 但他留下两三百个喜汉儿给我 但是我说为什么我会想要去照顾他们 就是因为我年轻的时候看到有这么多需要帮忙的人 所以我爸给我的概念大概就是 你自己赚的钱大概三分之一存起来 三分之一拿去花掉去玩没关系 三分之一还是要帮助别人 所以我说可能是可是我爸三分之一可能比较大 但是他会让我看到就是说他的想法是这样 那我就说他因为他说他所有的钱都不是他一个人赚 都是社会帮他赚的 那所以说他为什么要去帮助别人 那我说我现在在照顾这些喜汉儿 我也会给我的小朋友看到说 我们在做这一件事情 你长大如果有能力也要来帮助这些人 对那所以我说我自己也不 刚才我们说除了阅读跟兴趣 那我想让小朋友参与我正在做的事情 那有时候我们比如说募款餐会 五百多个人我在上面讲话 他突然上去把我大腿抱住 但我说他也觉得爸爸在上面讲话 做是一件好的事情 那我说这种东西就是我希望把我的生活 跟他讲说我在做什么 那我说所有的单亲爸爸妈妈也是 你要跟你的小朋友讲说你的专业 然后你正在做的事情 还有你的甚至你的困难 我说当小朋友大一点的时候 你也可以跟他分享困难 就是说你人生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也可以跟他分享 我觉得最难的一点 我觉得当然您非常会的表达 不管文字或者是说话 但妈妈也很会表达 一般的女性都比方会表达 因为我们的感觉很多 然后我们不管是我们看的书 或者我们生活的经验都很容易讲出来 可是大部分的男生都不会讲 如果说成为单亲爸爸 你有没有觉得有什么他们可以学习的 学习对 我会说因为我们要知道 如果你变成一个单亲爸爸和单亲妈妈 你们两个是最依赖最深的 那依赖最深的就是说 你如果要坦诚自己 不要跟一个自己最亲密的人去说谎 所以我们要至少慢慢开始整理 而且还有我之前访问蓝圣姐 我突然想到就是 他比较不会讲 但他会手作 他比如说他会画画 他也比较不会讲话 他跟我讲他不会讲话 但他会画画 他画画他就带小朋友画 然后带小朋友做东西 那我就说你要找到一个可以亲子一起投入的东西 我们可能我们可能是阅读嘛 那像蓝圣姐他可能是画画 对或是劳作 那有一些可能是 比如说爸爸喜欢散步走路 那你就按照你们可以一起去做的事情 去找到一个可以的方向 那有些可能是会弹音乐或这些都可以 那杨洛夫会唱歌啊 会啊 会唱歌的也可以啊 真的吗 对啊或是你们两个一起唱歌啊 或者一起找的东西可以 打电动我觉得也很好啊 就像我小朋友现在跟我说 打电动你觉得很好 不是 打电动是因为你让他自己去打 像我小朋友 我小朋友跟我说下个月他想买Switch 我说很好 我要跟你一起玩 因为我小时候 比如说他跟我玩连线游戏 我可以跟他一起玩 这不是才能参与他的世界吗 所以比如说他现在在看什么超人力霸王 我也要陪跟他一起看 他这里面我就永远当那只怪兽被打 但是我才知道他的世界嘛 就是说不是电动这个东西不好 是说他有没有分配他的时间进去 但是我也要陪他一起玩的原因就是 我要知道他的世界到什么程度了 这我觉得是比较可以那个一起 比如说他以前看 现在叫他看书也不是叫他自己看完 我自己也要看过 你就说这种东西每个过程 要参与的原因在这里 所以这个东西才是你把它 你才可以跟他聊天啊 我看你们父子很会聊天 对所以我说他常常也会 就是会讲一些很有趣的话啦 就是跟我讲 但是我是说 比如说他以后要玩连线游戏 我也觉得我可以陪他玩 但是我说他现在比较 他知道 比如说假设今天回来 四点多下课到八点 他会知道他今天可以看 两个二十分钟的电视 然后可以看书可以做什么 他可以把时间规划 那以后他如果要打电动 他就知道今天要少看一个电视 他就可以把一天这样就设计完 那我说我也是这样去做事情 那我以前也跟他讲说 我们今天晚上六点到八点 要跟八点到九点 那所以你有什么样的时间 可以自己去那个 所以我说这种东西 其实都可以沟通的 不要以为小朋友不能沟通 是因为你没有把他当成一个人 去沟通 我说就像你要跟你的朋友沟通一样 你跟你的伙伴沟通 那你为什么不跟你的小朋友沟通 其实他这本书是 儿子教我的事 当然我们今天先聊到单亲爸爸 可是有很多儿子教他的事 我觉得很感动 大家可以透过这本书 多了解一点 今天非常谢谢川阳老师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